全世界的車王是比亞迪的 我們說指的電動車 而且它在中國的售價 尤其大家看秦這個系列 現在是在中國的電動車裡面 其實是賣的是最好的 它在中國當地售價 才9萬人民幣有漲 9萬人民幣才多少台幣 對啊 才40萬不到 大概40萬而已 所以大家就很擔心說 進來之後會不會 就如上面所寫的標題 寫起台灣 這大概就比較沒有爭議了 可是問題就是價格就很離譜 為什麼Toyota這台電動車 在中國只要賣13萬多人民幣 和台灣台幣就是5 60萬 可是它在台灣的定價是 150幾萬 中國車通常都以CP值高 性價比高 這個橫掃全世界了 馬斯克都認證的 現在是不是也要橫掃台灣市場 我們帶你看最近市場傳言不斷 說這個奇瑞汽車可能要到台灣 比亞迪可能要賣進台灣了 然後傳言說玉龍 因為玉龍之前 他不就是跟MG這個品牌合作了嗎 這不就大陸車嗎 然後賣得很好啊 所以有人講 那玉龍可能覺得這個有賺頭 所以接下來可能會代理奇瑞 會代理比亞迪 好 那會聲會影傳了很久 結果這個玉龍跑出來說 我沒有要代理傳言所提的中國車品牌 但他就沒有講哪個品牌 什麼意思啊 那到底中國車 如果到台灣的話 會有競爭力嗎 來問問朱老師 那要看消費者要從哪個角度去切啊 因為傳統上大家對於中國車都覺得 哎呀真的是有夠爛的爛 但MG賣很好耶 對 我現在重點就講 你看到可是MG明明就是上海汽車 對的一個品牌 但是因為他經過包裝 因為MG最早確實他是來自於英國 可是他幾十年前就已經跟英國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因為很早幾十年前就破產 已經轉手換了很多個老闆了 那最後一手其實是2005年 南京汽車把他接下來 可是後來南京汽車又破產倒閉 又被上海汽車接過來 所以現在背後是上海汽車 可是上海 也就是說上海汽車接手 也都差不多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 所以他應該現在 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中國品牌 沒有錯 所以MG在臺灣成功了 可是如果你往回推 中國車進入臺灣 MG不是第一個 早年其實為什麼大家現在講說 比拉迪可能就是你玉龍 因為你有潛力 我們就不要說前科比較難聽 玉龍其實最早 他其實早在2009年 他就代理過奇瑞汽車 就是這次被點名到了 當時玉龍成立一個子公司叫庫比 就庫比 那其實裡面的車都是從奇瑞來的 就中國車 又是中國車 那那時候賣不好 就不只是不好 太多太多非常誇張的事情 我們就不要去講了 來 那不只是這樣子 直接打奇瑞的牌子 其實也在2010年進來過臺灣 當時是誰 當時是太子汽車代理進來的 可是代理到太子汽車 現在也over了嘛 所以當時奇瑞進入臺灣 是煞雨而歸就失敗了 可是你看到這一次 這個上汽的MG進來 臺灣非常非常的成功 那當然其他的中國車 也想要進來 所以其他中國品牌 就越越欲失 當然就越越欲失 那所以大家就會點名到 那當然你要油車再進來 臺灣市場 那空間就很小了 對 可是大家都知道 中國的電車 真的就沒有話說 那就厲害了 不管你要單純看價格 或是看性能 人家真的是有競爭力 這是不爭的事實 好 所以大家就很擔心了 譬如說就以比亞迪來說 現在全世界的車王是比亞迪的 我們說指的電動車 而且他在中國的售價 尤其大家看那個琴這個系列 現在是在中國的電動車裡面 其實是賣的是最好的 他在中國當地售價 才九萬人民幣有找 九萬人民幣才多少台幣 對啊 才四十萬不到 那四十萬而已 那所以大家就很擔心說 進來之後會不會就如上面所寫的標題 學習台灣 大家真的是想太多了 大家我們就不要說 你看到這個喪氣明確 賣到台灣賣多少錢 他有在中國的價錢嗎 沒有啊 因為喪氣明確在中國 就是十幾萬人民幣 可是來到台灣 也是至少要七八十萬台幣起跳 因為台灣車就稅很重 對 所以你再回過頭 如果今天比亞迪的車子進來台灣 價格乘以二 那你還有興趣嗎 可是乘以二還是好像可以 可是問題是 因為他在中國真的很便宜 可是問題是 就有很多競爭的對象 我就不見得一定要理嘛 如果你能夠賣中國的價格 那當然就真的 台灣真的就是 中國還有那個更便宜的武林宏光 怎麼都不來台灣 等級就不一樣了 你看如果十幾萬台幣 他就算兩倍的話 三十幾萬也很有進場 可是那等級就不一樣了 所以說這要去了解 好 那話說回來呢 中國車進入台灣 其實也不是只有 我們剛剛所做的例子 你看沒有沒有汽車 大家一直都說瑞典的這個大車 事實上他背後是誰 早就已經賣給吉利的嘛 而且已經很多年了 Lotus這其實也都是一樣 甚至賓士的底下的Smart 到現在還有很多人都以為 他就是賓士的一個紙牌 事實上他也早就賣給吉利汽車了 所以這些因為這個背後的老闆很聰明 我如果今天打說我是中國車 當然他品牌價值一定大跌 但是我就跟你說 我其實還是某某品牌 那可是他跟MG不一樣的是 這些車確實他們還是在 中國以外的地方去組裝 那所以你不能說 他完全就是中國血統 那就跟MG就不一樣的情況 所以這就是未來你說 因為當然這個還沒有定案 那這些中國車 未來會不會進入台灣 當然我們必須說 整車是不能進來的 因為我們台灣民文規定 中國汽車是不能整顆進口 可是注意他不是說中國品牌 他是在中國生產的 那我今天比亞迪 我從我的海外廠 輸入台灣可不可以 可以 打令上就可以了 這是沒有禁止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回到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我在台灣組裝 我就走MG的方法 那當然他還是可以進來 我覺得都是遲早的事情 可是問題就是還是回到售價 你看到 這當然就比較沒有爭議的 可是問題就是價格就很離譜 為什麼Toyota這台電動車 在中國只要賣13萬多人民幣 和台灣台幣就是五六十萬 可是他在台灣的定價 是一百五十幾萬 就算把我們剛剛所說的 關稅全部都加進去 那你的價格也太離譜了 所以呢 回到你這台車 要在台灣要不要成功 你廠商的定價跟定位 真的很重要 對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個MG的一個在台灣成功 所以現在很多中國品牌 可能都會用類似的方式進台灣 那當然消費者會怎麼選擇 我們就可以到時候